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说到就是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这次的电影节当中 依然是众星云及星光璀璨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们本次的红毯仪式上面 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这到底有多重量呢 胖子吗 我们看一下咯 上周末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开幕典礼在北京举行 来自国内外各路电影人 盛装出席红毯 每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都会吸引众多影帝影后的加持 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当晚红毯第一大亮点 就要数挺着运渡 依然还是美美的 走着红毯的女神汤维 不是一个人战斗的她 毫无疑问堪称是 当晚最重量级的嘉宾 因为汤维就 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 我也真的是挺担心 我怀了我这只小猫 这一块小楼干净 美影节明星扎队 汤维自嘲怀孕后像大熊猫 前年更更现身 北京电影节开幕是红毯 次日孕妇汤维又出现在 电影后 已经遇上西雅图之 博尔情书的首映礼上 先是休闲长裙 搭配平底鞋接受采访 接下来再换上深微长裙 走红毯 无论哪种造型 汤维都看上去容光焕发 即使小编我此刻最关心的是 这么奔波辛苦 汤维姐你不累吗 博叔以及身边的人 不是应该给你特殊的照顾吗 我觉得我都不快穿熊猫了 我还不穿这个感觉 但其实我因为本身就是一个 爱运动也挺大的 所以基本上 所有人都在后边追跑 我总是走得最快 走得最快的那一个 这一点小编我是坚信不移 你瞧 首映里红毯上汤维 剑步如飞身边的工作人员 需要小跑才能跟得上 小编点评 汤维你个得悠着点啊 飞行节明星大堆中汉梁李正仔 堪称双胞胎男神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二天 中汉梁以及韩国男神李正仔 这对异性双胞胎 又一起出席了电影 今天大逆转的发布会 前一天意外被外界发现 两人撞脸 中汉梁似乎还是觉得不过瘾 这部在影片的发布会现场 小娃模仿其李正仔 戏中的中文台词 那效果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从内型到五官再到发型 中汉梁李正仔的撞脸 确实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了 如今两人说起中文来 都是相机的对方 看来演艺圈的双胞胎男神 非他俩莫属啊 都还没有男神的起初 所以之前我就看那个 真正大逆的电影 他就是已经是我们心中的 现在是我的男神 小编联听 男神的双胞胎弟弟也是男神嘛 北影节明星扎堆 郭富城透露韩战仍有续集 上周末电影韩战二亮相 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并举办全程预警新闻发布会 郭富城梁家辉率领的警戒精英队 身穿香港警服亮相帅气十足 而周润发代表的律师阵营 则一袭职业套装亮相 不过发哥这漏脚踝的时尚风扮 却遭来台下记者的调侃 你也喜欢吗 你喜欢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好像刘德华 刘德华老是笑 好像我跟他上手 现在讲的是 哎呀不好讲 算了 你喜欢就可以 开完刘德华的玩笑还不忘对记者摩摩哒 发哥真是越来越老顽童了 2012年韩战一大受好评 这次韩战二除了沿用原班人马 还请来周润发家萌阵容再度升级 因此对于韩战二主创们都充满信心 不仅如此 现场郭富城还透露未来韩战系列 会有更多续集的拍摄计划 当然我们老板也说了 他要准备开韩战期 他跳了三四五六五 然后要开回韩战的前段 北映杰明星扎堆 刘夜王洛丹新戏吃尽苦头 昨天为纪念抗美云潮创作的电影 《我的战争》在北京举行出声发布会 导演彭顺鞋主演刘夜王洛丹 杨又宁等一一亮相 由于是战争题材 演员在拍摄过程中受伤在所难眠 即便饰演过多次硬汉的刘夜 也头一次崴了脚 《我的战争》的时候是37岁 我37岁 有很大的级别 我37岁之前 我这两个脚在脚 脚脚脖子 我就没摆 我怎么还运动 然后这一部心上 我两个脚脖子的咖喷这一下 咖喷这一下 我这头有点 虽然是拍摄过程各种辛苦 但主创们依然表示一切都是值得的 而这部电影是刘夜王洛丹 继十年前话剧《琥珀之后》再度合作 谈到十年间彼此的变化 刘夜又一秒硬汉变完瞳 变化可能大家都 大家都 那么多年过去之后 谁要是再不成熟大 我说是不是 反正我觉得我自己 这还越来越年轻的感觉 他是感觉真的是大同样的 小编演员说自己年轻 洛伊同意了吗 白人杰明星扎队 无见好挑战绕口令 祝福竹小天新婚快乐 上周末科幻喜剧题材电影《霹雳在线》 在北京举行启动发布会 主演吴建豪这次在影片中 饰演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孩子 尽管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 但是现场吴建豪学起绕口令 是有模有样 甚至还自己主动修了一段 难度更高的学活 古东话并不标准的吴建豪能将绕口令 说成这样真是值得小编为你点赞 而最近最让大家牵挂的无疑是 刚刚领完结婚证的 朱小天计划在北京台湾两地去办婚礼 会员上也极有可能促成F4再次重聚 当天吴建豪就被媒体问及 是否参加好友的喜宴 朱小天恭喜 请你坐下 还有我刚才说到我家很久 所以一定会想有机会的 我们去参加 小编点评F4十年后再合体 令人期待 乐团听综合报道 我们一直在说呢 四月是一个恋爱的结节 所以今天我就听说 娱乐圈当中有两个人呢 谈恋爱的消息 说的就是这个男才女貌的组合 宋倩跟杨阳了 不在一起的话 是不是要恭喜下呢 我调到香气的时候 我第一天是惊讶的 因为后来之后我就很淡定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娱乐圈里面 有一种恋情 名字叫做这个宣传期的恋情 是哦 你看我们仔细想一想 你看这个现在宋倩 不是在宣传新戏吗 我的心也蛮女友 对不对 包括杨阳也在拍摄新的这个电视剧 叫做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两个人可能都是因为宣传的原因 会被绑定在一起 你认为有可能是一种炒作 对不对 对我觉得还是持这个观望的开心 对哦 我觉得你分析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通常这个明星这个感情室呢 都会让我们有点 屋里叹花的感觉 来讲我们继续看到 更多的明星感情室 明星自爆感情室 林允自身单身 否认与冯绍峰谈恋爱 近日林允现身上海 为某颁奖晚会助阵造势 这位新女郎最近又被郭敬明相中 参演新片崛起 不知道在众星云集的 郭达大片中 林允会感到压力倍增吗 会有压力 压力是动力 对能让我更加的 让自己提升自己演技 现如今事业蒸蒸日上的 林允感情生活 也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早前具有媒体爆料 林允与冯绍峰正在密恋中 而对于这种说法 两人一直没有公开回应 而就在当天 颁奖晚会现场 面对媒体的旁敲侧击 林允终于首度开口回应 我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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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单身三个字 让原想打听小两口热恋 互动的媒体猝不及防 而随后当媒体想继续追问时 工作人员随即把他拉走 避谈此事 明星自爆感情室 蒋新坦言享受 单身时光 近日由刘凯薇 蒋新 刘松仁主演的电视剧 继承人在上海 开放媒体谈班 话说自从蒋新 结束了上一段感情之后 好友刘涛 就各种着急忙慌的 拦起美人的火 给蒋新介绍对象 就看到合适的给他发张照片 因为我觉得他挺着急 找男朋友的 不知道面对热情的刘涛 蒋新着价得住吗 我是被他害的 就被他听天说 说念叨 我跟我念叨的着急 我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蛮享受我的单身时光的 快快乐乐的 想干什么干什么 无忧无虑的 现在我也不用操心男朋友 就操心我爸妈就OK了 我说蒋新啊 尽管你享受单身时光 但燃走着即将迈入 33岁的大关 好歹也得为自己的人生大事 做个规划才好吧 规划有用吗 这些真的计划 真的是赶不上变化 我曾经想过 我可能30岁之前就结婚了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对吧 就是不规划了 也不要再规划了 就顺息自然吧 小编点评 缘分说来就来 看好你哦 明镜自报感情室 刘凯文在成亲 与杨幂婚变 有人单身乐得自在 有人却因为婚姻 备受困扰 作为娱乐圈 备受矚目的明星夫妇 杨幂和刘凯薇 从恋爱到结婚生子 都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 不过都说人红是非多 结婚两年以来 屡屡被传婚变 这不近日在新剧发布会上 被问题与妻子杨幂 剧少离多的问题时 刘凯薇含糊地回答 最近一次见面就是上一次 又让人不免生疑 难道两人感情生变 真的不是尴尬 其实那个时候 说实话其实是有点生气 就是因为太私人的问题 所以啊 对啊 所以而且我觉得在工作的时候 最好大家多关注一下 工作的事情 所以拜托大家 屡屡被质疑 夫妻感情出问题 刘凯薇也是不堪其扰 当天更是无奈表示 比起私生活 更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作品 这个我也不知道 从哪开始这样传来 对只能只有结束 谢谢你 然后 反正嘛 我们自己知道 没问题没事就好 然后 然后大家真的希望 大家都关注我们的作品 这反正综合报道 哇看了这么多娱乐圈 明显的这个甜蜜的感情师 说特别的羡慕他们 也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 娱乐圈另外的一对 秀恩爱的狂魔组合 他们就是陈小秋的英才儿了 说他们两个人 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 让我觉得他们俩真的是够够的 你知道吗 这个英才的这个微博认证写的是什么吗 他说这个 一般人都说是演员或者艺人对不对 简单一点 但他呢 他说是香港演员陈小春亲 哇 对不对 让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你听过没有 说这个 以你之名 灌我之心 哇真的是吃肉肉的伤害到我了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爱相随的状态 当然这种爱相随的表现呢 还出现在最新一次陈小春的演唱会当中啊 陈小春呢 在台上唱 我爱的人 她是我的爱人 没想到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台下的英才儿啊 跟着他们的姐妹团 各种的助力 然后从英才儿的表情 动作 眼神 可以看出他对老公的爱和崇拜之情 太感动了 那照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算不算是这个娱乐圈里面 高调秀恩爱的组合呢 当然算了 当然在娱乐圈当中 除了这种高调秀恩爱的方式 还有些另类秀恩爱的方式咯 明星另类秀恩爱 七冠言邓超 甘愿工资全部上缴 近日邓超现身杭州出席某商业活动 之后前不久刚和娘娘孙力合体劳金 现在又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 看来超哥的吸金能力 那是相当不错 可别看咱们超哥在外独挡一面 霸气的不要不要的 可依然是个要准点回家带娃 把薪资全上缴肝当器官员的居家好男人 我觉得我还是蛮感动的 就是说你还有钱来趟 我不管是11点之后还是11点之前 我没有我没有想法你的能力 我今天应该掌声做你超哥 好男人做他的教细 他现在做到几次了 但是我今天听到这些掌声 我想哭一下 我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掌声 还是希望你还是不交集把握手 这个太厉害了 我如果就是10点没有回去 我觉得衣服就光的在街上 我只能变弹我的意思 听到这里小编只想说 这男人兜里没钱赏子尊 更何况超哥也算是个知名度略高的公众人物 娘娘你做成这样会不会有点过火了呢 不过面对小编的愤愤不平 我们的超哥倒是蛮洒脱 谁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呢 你自己下来的愿意 就知道是什么 对于男人的男人 我自己去 大家就留个名片 我好是大家的 我是一个对 对于经济没有什么概念的人 但是我只是 他就会把我安排了 小编那天会理解老婆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明星另外秀恩爱 Andra Baby或宠妻狂魔黄晓明陪同工作 昨天Andra Baby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 当天一身运动服现身的Baby 头绑俏皮麻花变活力十足 要说这位嫁做人家的Baby 那可还真是新一届劳魔中的战斗机 行婚无瑕度蜜月全是东奔西芒街各种工作呀 我觉得应该算是劳魔 因为都没有假期 也没有双休日 然后也没有那个合法工作时间 不过Andra Baby这样高强度的工作 你可别以为他就忽略了自己黄太太的身份 人家Baby那可是得到了小明的强力支持呢 既然老婆工作忙 那老公就来今次陪伴咯 别的家人啊 家人一直都在 指黄先生啊 我觉得还好啊 因为我们有时间都会见嘛 他今天也会来 小编点评真是秀的一首 好恩爱啊 乐藩天综合报道 电风烧女二热拍 陈翔再度出演 池上去加盟电池货 放饭 放饭 霍建华帅气亮相 引尖叫 五五领天进军大萤幕 今年有很多的电影给我很多不同的题材去挑战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玻璃海的点心面独家快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温牛 大家好我是金泽人 好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就是我现阶段还蛮欣赏的一位 人是不老女神 那就是我们的丹丹姐送丹丹啦 就是那个这个攻击中的战斗机的丹丹姐 对不对 很经典 但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称号也改一下 什么 我觉得他现在是这个五明星当中的战斗机 我觉得这话一点也不佳 来看看现在丹丹姐的状态真是太棒了 完全没有被老击败 他的这个扮丸子头加上的超短裙还有高筒皮靴 那个年轻那个活力十足我太欣赏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丹丹姐是不是可以被称为这个不老女神呢 人气不老女神 这样我们看到的是热泉当中更多的人气男神 长周末电视剧《旋风少女2》在上海开放媒体谈班 主演直商戏 陈翔 安月希 韩松韵等现身片场 虽作为《旋风少女》的续集 但在男女主演故事梗概全部大换血的情况下 陈翔作为该剧《亮度》出演的演员 这次的形象有何突破呢 你这是老人啊 你这是老人啊 怎么讲话呢 怎么就老人了 你这人第一季比这次还是那种 你都说了 没有 因为你刚才都说我是老人了嘛 这一季会比第一季稍微更成熟一些 所以做的事情也不会那么的幼稚了 稍微更加的man一些 更加的男人一些 早前由杨阳主演的《旋风少女》大获好评 这第二部的男主就找来了韩国人气男星池昌逊 刚刚据说总有许多粉丝偷偷前来片场探班的 看这位剧组老人陈翔怎么说吧 欧巴的粉丝啊 也可能有吧 夹杂在一起 而与韩国男星池昌逊的搭戏 这语言的沟通是无法避免的 不知池昌逊现在中文进步了多少呢 那算 那算 池昌逊你怎么就记得放饭了呢 难道是剧组的祸食太丰富了 连你的腹肌也给征服了吗 没有 现在没有 小编点听都怪剧组祸食太好了 上周末霍建华以一身笔挺神灰色西装 显示上海为某品牌进行代言宣传 这春季正装的霍建华优雅帅气指数报表 现场粉丝们自然也是尖叫不停 话说近日胡歌忙着接广告 做代言许久不见的华哥是去干嘛了呢 即使人家是荡西满满 为今年的五部电影作品忙拍摄呢 这华哥是要准备全面进军大荧幕了吗 其实大荧幕小荧幕对我来说都没有 没有刻意去规划 那么今年的重心会放在 可能会放在电影上面多一点 今年可能会有大概四个 四个到五个 四个到五个不同题材的电影 然后就是希望自己可以 创造更新鲜的感觉给观众 未来高产品质电视剧的华哥 这一转眼就走上了电影他路线 搭档周迅 拍起了明月几时有 只是不知道华哥这突然的转变 是因为自己接戏的标准变了吗 其实我说真的 很多拍戏的感 拍戏接戏的标准都是 都是一个感觉 这感觉我也很难跟大家去分享 我为什么接这个戏会是怎么样 为什么 然后我觉得很幸运 很多的 今年有很多的电影 也给我很多不同的题材去挑战 小编剑皮 期待华哥的新电影哦 人机男神新动态 韩寒开个歌唱 说比唱要好 将指导三重门 今日国民乐父韩寒在上海音乐厅 召开个人演唱会 众好友前来捧场 当晚减肥成功的韩寒一现身 不得不说他还真恢复了几分年少时的帅气和潇洒 毕竟自打有了女儿小野后 韩寒的日常画风是这样的 让你们再说我像层杆 但我也不会在现场问你们 我像谁或者我像什么疯啊之类的 你们肯定会说像汪疯了 看来韩寒在颜值与身材的日益走低的日子里 那一颗偶像包袱的心一点没变过 这下减肥成功重新导致自己的韩寒终于逮掉机会 可劲儿嘚瑟起来了 我也希望有一天 人们是因为我的金钱而爱上我 并不是因为我的才华与美貌 三十多年了 我觉得我已经帅腻了 我已经帅腻了 这还能好好聊天吗 在这场说得比唱得还要好听的演唱会中 韩寒随口云淡风轻地宣布了自己的 平宫影业将有一系列电影作品出展 我也要在这里宣布我们的两部电影作品 第一部 天空制造 这部电影没有IP 没有援助 这部电影的投资可能会将近三亿人民币 我们也很高兴天空制造的监制是黄建兴老师 因为我们要确定 一定导演要能够胜任这样的一部片子 所以我们这部影片的导演就是 当然在这个IP打热的年代 拍部电影没有援助 做依靠似乎都讲不过去了 于是韩寒也跟风一回 拿出了自己的成名作三重门准备拍摄 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韩寒呀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宣布我的第三部导演作品 2018年的暑假 敬请大家期待 其实这部电影的slogan我已经想好了 18年热血重拦 2018年的时候 那些本书已经过去18年的 小编点评纪念我们逝去的青春啊 乐饭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担电机面娱乐线 美金的关节 答对问题呢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 我们上周的争取答案呢 就是零更新 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 可以获得的是好吃好 给你玻璃海担电机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以及苏醒的亲笔签名的专辑一张 好我们再看今天的娱乐线 一个问题 问题呢 就是戴着帽子 这个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 赶快通过微博和微信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 大家正确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海担电机面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阿令 经理签名的专辑了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乐饭店在这里 等着各位再见 明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